一直以来B级轿车对于合资品牌而言 在国内都是并加必争之地 你可以看到目前在国内生根发芽的 本田呀 丰田呀 日产呀 大众系的车型都很注重 B级车的一个发展和产品的一个销量 那么近两年啊 B级车也都纷纷迎来了换代 今天我们来到了2024成都国际车展 一起来看一下 全新的丰田凯米瑞 以及刚刚完成换代 还没有正式上市的帕萨特Pro 这两款B级车型 现在已经到什么样的水平了呢 好 首先我们来到了上期大众的展台 在我身旁呢 就是这次亮相的帕萨特Pro 那么整体的外观设计方面 你会发现新的帕萨特Pro 在整体造型上面有一点像 之前大众ID系列的车型靠拢 最主要的部分是来自于 整个车头的部分 用到了一个贯穿式的头灯 配合到可发光的VW车标 再加上车头前倾的一个曲线设计 看上去都非常的像之前 大众的纯电车型的一个造型设计风格 但是作为燃油车型 下方的地方依旧是用到了 点阵格山的一个造型设计 保证近期量已经散热的一个表现 整体外观的设计 对比到之前的帕萨特车型 看上去更加的有科技感 也更加的有数字化的一个风格 尺寸的进一步提升 应该是帕萨特Pro最大的另一个亮点了 整个车程长度直接突破了5米 所以也为它的整体后排空间 带来了更多的布局场景 好 专业之间 我们已经来到了广汽丰田的展台 身旁这台 就是9代的全新的凯米瑞车型 其实不得不承认那一点 就是9代的凯米瑞 继承了之前8代凯米瑞的设计之后 整体的造型还是非常好看的 对比到7代的凯米瑞 更年轻了 然后也更运动 在造型设计方面 做得非常的锋利 这一点对比到帕萨特Pro 也是它的一个产品的特点 就是如果你想选一台很年轻 很有运动感的车型 那我觉得现在9代的凯米瑞 会比帕萨特Pro来得更好一点 当然整体的问题也是有的 作为换代车型 9代凯米瑞并没有在车身框架上面 做出格型 依旧是用的8代的框架 所以整体来说 可能也算是中期改款 并不能严格一上算换代 如果说换代 新的帕萨特Pro 对比到上一代帕萨特 这才叫做换代车型 好 内饰的设计上面 全新的帕萨特Pro 也是做了很大的革新 跟外观一样 向大众的数字化产品靠拢 最大的改变 放置了一块15英寸的大的屏幕 整体的分辨率也是达到了2K 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副驾前方多了一块 11英寸的附驾娱乐屏幕 然后整体的用料方面 这次帕萨特Pro 也是比较下成本了 除了之前咱们经常能够说到的皮质 这次帕萨特Pro 在车内大面积的用到了 翻毛皮的材料 除了你能够看到 座椅上面的翻毛皮材质之外 扶手箱以及门板侧面的扶手区域 全部都用到了翻毛皮夹缝线的一个设定 所以整体也为这台帕萨特Pro 整体的内饰的质感提升了不少 而在智能化的配置方面 这一次帕萨特Pro 它整个车内的芯片 是直接用到了815的车机芯片 而在质驾方面 这一次帕萨特Pro 是用到了来自大疆的质驾辅助系统 大家可以看到外观的前挡风玻璃上面 多了两颗单金木的一个摄像头 这个摄像头就是为了它做高阶质驾 来做的准备 那么你在正常巡航的时候 除了L2级别的巡航辅助系统之外 打亮转向灯轻拨一下 然后它就能够完成辅助变道这样的一个功能 内饰的整体设计方面 依旧是用的悬浮式的屏幕 其实在整体的用料和设计上 我觉得虽然是各有千秋 但其实凯美瑞的内饰 现在现款的这个内饰 质感还是蛮好的 有一说一 当然你要去买到高配的车型 才会用到这样的皮质用料 如果你要买Room版的车型 可能整体的质感还是会有一些落差的 当然问题同样也是有的 机械直拍挡杆 这个设计真的 我觉得用了太久了 而且太复古了 这个已经不是当下主流的这种设计了 当然 如果你说买丰田是为了可靠性 这种机械设计也是为了可靠性 那我真的是无话可说了 那么从整体的智能化表现上面来说 虽然说对比到换代的之前的凯美人车型 现在的凯美人加入了华为的这套智能车机之后 确实有进步了 智能语音功能也一定程度上能用了 但是如果你要对比到帕萨特Pro的话 那确实又是两个风格了 首先人家的副驾驶有块屏幕 你就没有 人家能讨好老婆孩子 你是不行的 好 然后整体的内饰大致就是这样 总结一下 就是质感方面 两台车都是各有千秋 但是智能化的表现上面 确实已经有明显的落差感了 后排的整体持有空间 今天可以先做一个简单的参考 整个车身加长之后 确实为它的后排布局带来了很好的一个保障 那么其次就是在功能配置方面 这次新的帕萨特Pro提升 真的算是很明显了 你可以看到整个后排提供到了电动可调的靠背设计 然后在门板上面也提供到了座椅按摩的按键设计 提供三种模式以及三种力度不同的这种座椅按摩方式 前排的地方也提供到了座椅通风和加热 同时后排也提供到了独立的一个空调配置 所以说整体后排的一个功能性舒适性的提升 算是这台帕萨特Pro非常大的亮点了 好来到凯美瑞的后排 你会发现我从一台C级车换到了一台A级车上 当然这个有点夸张 定位还是B级车 整个的空间表现 凯美瑞如果是和以前合资的B级车来对比的话 我觉得是属于标准的B级车水平 但你看到现在的帕萨特Pro之后 这个落差感真的就很明显了 空间上面首先会有一个明显的落差 其次很大的一个关键的部分 来自于整个车后排的舒适性功能 有了一个天差地别的改变 帕萨特Pro的后排提供到了座椅垫条 提供到了独立的座椅按摩功能 座椅的加热通风功能 在这一台凯美瑞上面统统没有 所以在舒适性上面就会有一个明显落差了 其次帕萨特Pro后排也提供到了独立的空调控制区域 这一台凯美瑞同样是不会提供的 所以两台车的后排真的是非常关键 你只要追求后排的舒适性 那么这一台凯美瑞的后排一定会有一个明显的区别 好 最后就是整体的动力配置方面了 萨特Pro依旧是全新没有做到混动的一个动力配置 然后目前更新的动力配置 主要是来自于1.5系的那台EA21 EVO2的发动机 来计划掉之前的1.4T发动机 然后另外的一个高功率发动机 就是来自EA88的2.0T动力 最大马力还是220马力 匹配的7速 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如果你说城市里面用车的话 基本上的一个油耗水平基本上就在8升左右 然后如果你跑高速的话 整个油耗水平实测下大概在4升到5升左右这样的一个水平 所以综合的一个油耗表现 还是能够满足到咱们家庭用户的一个需求的 并不会给你一个非常夸张的油耗数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隔壁凯美瑞的一个动力配置 好 最后就是动力的方面了 这个一直以来也是丰田比较自豪的部分 2.0的油混HEV系统 能够为它带来很好的驾驶平顺性 以及燃油经济性 但也就这两个了 如果你需要追求更好的动力属性 更强的后段动力加速能力的话 目前这套动力系统是不能够满足到主流的一个用户喜好的 包括你连帕萨特的2.0T的高功率可能都打不过 尤其是在高速的中后段 只要开过的用户应该都懂我在说啥 OK然后综合来说整体的设计我觉得是目前对比到帕萨特PRO 唯一我觉得对于年轻用户可取的一个部分 但如果你追求智能化追求科技追求动力 可能这三项都不太占有优势了 好最后打一个小的总结 就是你可以看到在当下国内市场 这个开米瑞啊帕萨特 其实都纷纷的做出了改变 在智能化以及产品的设计上面 都会做得更加年轻或者科技化 这两个方向 一个占了开米瑞 一个占了帕萨特PRO 然后整体的一个智能化的表现上面 除了车舱的智能化之外 也注重到了整体车辆的一个智驾的表现 而这一点上只有帕萨特PRO 目前是会做得更领先一点 如果说两台车的变化 谁更明显呢 肯定是全新的帕萨特PRO 会带给你一个更明显的 产品换代的这种感觉 OK 那么现在如果你还是考虑 选择一台合资的B级产品的话 这两台车你会选择谁呢